11月23号晚间 本是一个普通周一的下班时光 但是一则各大媒体真相报道的新闻 打破了原有的平静 原因是这个消息给闹了将近20天的美国大选 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去含民主党的拜登 通知他可以正式展开过渡工作 美国总务管理局在信件中承认 拜登是明显的获胜者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总务署署长莫菲写给拜登的信中强调 总务署并不能认证谁是大选的获胜者 总务署的职责很有限 仅仅是确保总统过渡所需要的资源是可获取的 包括630万美元过渡资金 而美国总统大选的实际赢家需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的选举进程来决定 而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已接受有关拜登的过渡工作能够展开 建议联邦机构做需要做的事情 但他仍然誓言将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早些时候 拜登在密歇根州的胜利得到了官方认证 这对特朗普造成了重大打击 拜登团队欢迎过渡过程的开始 他们的声明说 今天的决定是我们开始应对国家现在面临的挑战的必要步骤 其中包括控制新冠肺炎 以及让经济重回正轨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 美国总务管理局将正式开始负责总统交接 并通知拜登团队表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将开始这一进程 美国总务管理局主管艾米利·莫菲说 将向拜登团队发放630万美元资金作为过渡资金 准备政权交接工作 他表示 有关决定是独立做出 过程中没有受到来自白宫的压力 尽管特朗普失言将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但他表示 尽管如此 为了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建议莫菲和他的团队就有关初期交接工作方面做该做的事 我也告诉了我的团队 从这点来看 好像我们的特朗普总统突然开始拾大体了 特朗普这一番操作 也炸出了很多原先一直保持沉默的共和党同事们 田纳西州参议员亚历山大即将退休 他发表声明称 特朗普应该将国家放在首位 并帮助拜登交接 亚历山大又说 当你处于公职 人们会记住你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皮托表示 2020年的大选一定要结束 俄亥俄州参议员波特曼认为 该让拜登现在收到有关国家安全的高度机密简报 以及新冠病毒的疫苗最新分配计划 同时 160多名商界领袖 在一封公开信中还敦促莫菲立刻确认拜登为总统当选人 公开信写道 新任政府在此时无法获得相关资源及重要信息 威胁了美国的公共安全和经济 由此可见 共和党内部或许早已疲于应对特朗普闹得纷纷扬扬的大选风波 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尊重选民们的投票结果 刚刚上文提到的对特朗普打击最大的密歇根州复查结果 在今日密歇根州选务官员投票确认了拜登 已超过15万张选票 赢得了该州胜利 由两名民主党人和两名共和党人组成的州选务委员会 以3比0的票数 一票弃权确认该州选举结果 弃权的共和党选委会成员希克尔 针对一个郡里面的处理数百张选票有瑕疵为理由 建议推迟结果确认 但在委员会中 他的共和党同事朗格维尔在周一表示 他们的工作很简单 除了确认结果外别无选择 特朗普的共和党盟友呼吁将选举结果认证推迟两周 以审核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地区的选票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表示 他们仍将挑战密歇根州的调查结果 特朗普法律顾问爱丽丝说 认证只是一个程序步骤 他补充说 必须确保美国人投票的最终结果是公正合理的 但其实留给特朗普团队的时间已然不多 因为到了12月14号 拜登的胜利预计会获得美国选举人团的批准 届时恐怕特朗普将会彻底无力回天